各位好 再跟各位聊两句一天 是这样的 这有一个挺奇怪的新闻 就是央视又夸自己了 夸自己什么呢 说自己的春晚有110.11亿人次的触达率 全媒体平台的触达率 当然很多人就觉得说 说你这个瞎他妈扯吧 是中国只有14亿人 这还不一定能有这么多 然后你国外 就说有点海外华人 还有点说中文 也看看 你说能有多少 再加一个亿15亿 到这了不是 你说怎么能有这么多的触达率 是吧 但是实际上很多人没看这条新闻 什么意思 就是说确实是春晚能有这么大的触达率 有可能有 他这个公司可能是 我不知道这个数据 是不是从央视索福瑞调出来的 因为央视索福瑞 是他好像是一个央视原来的一个收视率调查的一个机构 那东西是他那颗调查报告是卖钱的 那你卖给谁呢 卖给厂商 你拿着这个调查率 央视 包括央视 包括其他的这些东西的这种收视率 诸如此类的 你才能够去针对性投广告 当然这里边央视索福瑞的基本这个数据呢 他业界也基本是个笑话 这个大家都知道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些玩意儿 就是说他说这有那么多人呢 他不是说呀 就是每个人都正儿八经去看春晚 您理解这事吧 这大致相当于 您比如说我吧 我就有三 他就对我而言 我就算三个触达率 人次 三个人次 为什么呢 第一个人次 我虽然我正规的春晚一眼没看 但是呢 他那个开花种花家那个事 对吧 他抄袭 然后呢 有人做了视频了 把两个 把这个抄袭的跟这原版的 他拼在一起 那我就去看了一遍 对不对 OK 好 他确实是抄了 这是基础权力是相似的 就别跟我扯 弄和弦了 老子都知道那玩意儿 好吧 然后呢 那这些玩意儿都已经是这个 这个是不是一次处达了 他触达我一次 然后第二次 那个又一个 那么小怪兽什么的 当怪兽遇到怪兽 那歌 又是抄袭 好像是抄 那是抄谁的来着 是抄初音未来 还是谁 不是 那个不是抄初音未来 那是抄 Bico 是那个 也是日本的 一个作曲家的作品 然后呢 我又看了一遍 你看 两个了吧 两次触达我了吧 你一眼没看春晚 你都有两次触达 这是两次了 第三次是什么呢 他那有一小品叫坑 好像是沈能他们演的 这我有点 我因为没看原版不知道 然后呢 他另外一个部委写一篇文章 说躺平是干部如何如何 不可取呀 什么的这种玩意儿 它等于是一个二次创作 OK好 那我又看了那篇文章了 您看看 这个第三次了 第三次触达我了 央视的全媒体平台的触达率 就这么来的 他有三次触达我 我一眼没正经看春晚 没打开过央视 对吧 我都好几年没看过央视了 那就这玩意儿 那三次 那您觉得这个是不是这110.11亿次 我操这 他把这反正 这个次数应该是差不多 有可能的 至少它是有可能的 对吧 我觉得大概是这么一来的 而且各个全世界媒体都给你播放一下 哎呦 这个傻逼央视又半一春晚 然后这个又是一堂会 然后真正的该说的没说 你比如说BBC来这么一评论 出了央视春晚几个镜头 BBC有多少传达率 传达量的订阅 叫什么收视率 对吧 他也给算进来了 那您想想看 这难道这100多亿次不应该吗 他应该呀 他肯定是应该的呀 所以这件事呢 咱就不讨论他了 就是说他这数字 到底有多少水分 有水分 但是呢 也没有他特别大 但是至于说 是不是达到他那传播效果了 那就不好说了 对吧 哎 这个就不好说 那但是呢 今儿想跟大家聊呢 就是聊我这个第三次被他传达到的 触及到的这个事 就是关于躺平式干部这件事 这个事情啊 其实还挺好玩的 为什么呢 是因为啊 我们这几年啊 确实有发现呢 这个在国内呀 干事不太好干了 尤其是在官方这个层面上 它不叫躺平 它实际上呢 它也不是不干事 它是按照原来的既有的规章制度 完全的执行 完全的僵化的去执行 像原来呀 它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 是一个多少是有一个灵活性 这个灵活性好还是不好呢 不好说 因为呢 有好的一面 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呢 是一个不断是创新制度 然后在 其实它是在那个超越于原本的制度和法律之前 然后社会呢 就已经开始运转了 它才能后来这些制度建设它能跟上 因为原来是一个非常僵化的体系 您比如说甭管是那个开馆子做生意或者诸如此这些玩意儿吧 它呢都是先是民间先破兵 破兵完了之后 然后呢法律法规后续的进行追认 这是一种 那中国的社会在这几十年里 为什么就尤其是咱圣上上台之前的几十年里 为什么具备极强的活力 就是在这个 是官方其实是默认这件事情的 您理解这事吧 就是呢 它好呢 好处是在于呢 这个很多的这种禁区啊 就是这样被突破掉的 您比如说就咱从最开始的 这个小小港村 这个学手印开始 那这种进后来追认的 当时他们觉得说 卧槽我他们这也得被枪毙了 但是不这么干不行 那我甭管这个东西好使不好使吧 OK我先弄上 后来呢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追认 你可以了 其实好多地方都这样 你看当年那个傻子瓜子也是这样的 这个什么企业加入党啊 诸如此类的 这些玩意儿 它都是在突破原本的 这个条条框框的时候 这是好的一方面 它呢 更开阔了 改革的至少呢 你从制度层面上 是有一点点的微调的 这个东西这个框量啊 是一个合适的一个东西 至少在那个时候 是觉得合适的 对吧 那不好的地方 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说 OK 那就是一个权钱交易 这个东西呢 它一旦说是这个 呃 你想突破原有框架 然后它必然会产生这种权钱之间的这种交易 然后呢 形成这种腐败 贪污腐败 可是呢 这个你要还得是听胡一进老师 为什么我说胡一进老师有的时候 对于中国社会 他有他自己的观察的 就是他说这个腐败是 适度腐败 是润滑剂 他其实他说的这句话 基本上就是从这一点上来的 如果说没有这种 他们为了这个适度的腐败 自己的一些小利益 那很多我们现在所能够看到的这些领域 你是没有办法突破的 就是至少在经济上你是没有办法突破的 这个是一个很 这个是一个呃 应该说一个很怎么说呢 是一个很 很要命的一个课题 对吧 没有太多人敢去触及他 那胡一进老师当然就说这个 当然他也被骂的特别惨 可是呢 真正你了解中国 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是有了有弊的事情 当然他说的是叫适度腐败 他不是说就是说你全是腐败了 对吧 你全都整个人全腐败了 跟那个南美那边似的 那肯定不行 南美呀非洲那肯定不行 但是呢 他在一个灰色地带里 就是 您看他是一个圆 就原本的规定是这个圆 后往下制一个灰色地带 往外边是一个自由的真正意义上的地带 那现在他是等于是在灰色地带 这一个这一个部分 那会儿呢 就等于是把他 把原本的这个 这个必须得原本的条件框框给侵蚀掉了 这个是其实是从长远来看的 如果说不划到南美或者非洲那样的那种深渊里 其实还是一件好事 你能不能遏制住他 对吧 那这些年呢 就不是了 这些年呢 是圣上这一个政策 一个是翻过来 掉过去的烙这大饼 大家呢 不敢动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就是圣上的这个 咱圣上啊 以这个反腐为名啊 打击异己 这个能力是极强的 他呢 他就把这个东西呢 这原本呢 本来是一个比较适度的一个腐败呢 他呢 变成了一个 就是你只要 你只要站队不对 你任何人都可以因为这个下岗或者是进监狱 那为什么说有那么多的这个干部 直接就是被调查被怎么样啊 这个其实你说他是反腐 说实话 有没有这可能性 有 但是呢 针对的 真不一定说是 他想把中国弄成一个什么月朗风轻的一个社会 那不是 那是一个政治斗争的需求 从上到下都已经明白这件事了 只要你用反腐 我打击你 政敌 对吧 我打击你 你就出事 那我呢 这边可能也有点腐败 但是我能噎得住 或者是我先动手 你先倒霉 对不对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 就是包括像这个政策的掉头的这种不确定性 包括像这种反腐的这种政治化 那他等于就把整个公务员体系弄成一个你不躺平不行 而且他也不是说真正躺平 躺平 真躺平了就没人干活了嘛 他就会把原本的这些规章制度试做自己的护身符 就是说我不干 我或者说我遵照这个东西不做创新 不做这种突破 我至少没错 对不对 比如说我现在要干到这个 干一件什么事 比如做一个什么批示 或做一个批文 这个东西原本它有那么一点点不太合规的地方 如果我运作一下把这个东西给它拿下来 可能会有更好的对社会效益或怎么样 原来那就干一下吧 试试 对吧 现在绝对不敢 所以那个东西你说叫躺平吗 它也不叫 你说它要是坚守它的原则吗 那也不是 它只是被威慑的一种行为 所以躺平是干部 他不是因为他想躺平 从他个人利益上讲 他也不想躺平 但是呢 在现在的中国的这个官场上 他不得不躺平 你不躺平的话 很有可能就得你自己擦着 就领导拉完了 你得给他擦屁股 对吧 那然后呢 你自己听着领导把这个事办完以后 你还得领导一转弯 你还得给自己再擦一遍 你说这多恶心 那这事是不是道理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 你这块如果不进行这种改变 那将来就是再往下这几年里 中国这种躺平式的干部 就是整个的官僚系统 就失去它原本在改革开放 那前几前三十年的那种活力 这是一个可以说是肯定的事情 这毫无疑问 它会成为这个中国官场上的一个标配 就更死期深沉 对吧 就甚至于包括像 你看现在就咱这个 就咱这个 就咱以圣上为首的这小集团 全都是自己人 那你说能有什么创新 能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往下走吗 没有了吧 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好 谢谢主位 跟大家瞎扯几句 谢谢主位 谢谢主位 谢谢主位